今天要教大家如何使用 Photoshop 来处理五官不对称的问题 那我们就马上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Hello 欢迎来到修设演闲 我是 Jimmy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眼睛 大部分人的眼睛左边跟右边其实是长得不太一样的 有些人左边眼睛可能大一点点 右边眼睛小一点点 更特别的是有些人眼睛可能是左边双眼皮 右边单眼皮 今天我们就是要使用 Photoshop 来处理这样的问题 我们要让眼睛做对称 或者是让五官做对称 那我们就马上进入到 Photoshop 当中 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好 看到我们今天这张范例图片 首先我们先给他建立一条参考信 参考线要怎么建立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鼠标移动到这个尺标上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尺标的话 可以按 Command 加 R 或是 Ctrl 加 R 就可以把这个尺标叫出来了 鼠标移动到尺标上之后呢 点击左键做拖曳 就可以把我们的参考线拖曳出来 把这条参考线拖曳到我们的人像中间之后呢 左边的这个眼睛我们就称之为左眼 参考线右边的这个眼睛呢 我们就称之为右眼 如果把图片缩小一点点 其实你分不出左眼跟右眼之间的差别 但是如果把照片放大之后 你就可以很明显的发现 右边的眼睛呢 这个眼角的地方 跟左边眼睛这个眼角的地方 有很明显的不同 这时候你就可以挑选一支 你比较喜欢的眼睛来做复制 今天我们会教大家两种方法 来做眼睛的复制 首先第一个方法呢 像是我比较喜欢左边的这个眼睛 我们就可以选择套索工具 语画像素我直接选择五个像素 我们把左边眼睛给框选出来 像是这个样子 那框到眉毛的地方 或是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我们尽量框大一点点 好把它框选出来之后 我们按CMN加J或是Ctrl加J 把我们的眼睛呢给复制出来 好复制出来之后呢 我们要对这个眼睛做一个水平的翻转 我们可以按CMN加T或是Ctrl加T 再我们点击右键选择水平翻转 把我们的眼睛做一个翻转 再把我们的眼睛呢 移动到右边的这个地方 那位置要放在哪里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不透明度 稍微降低一点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参考 原本眼睛的地方来做放置 像是它原本眼睛大概的位置 大概是在这边 我们就把它放置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把它的不透明度调整回来 我们要勾选确认 在你会发现它的边缘呢 其实非常的丑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要给这个涂层建立一个遮色片 然后选择笔刷工具 前景色我们选择黑色 流量的话我们选择50% 然后针对边缘的地方来做涂抹 我们把这个边缘呢 把它涂抹掉 让它可以更为的自然 像是这个样子 那记得我们的硬度要选择0喔 不然你的边缘如果太锐利的话 也是会很奇怪 好这样我们就调整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把左边的眼睛贴到右边之后的样子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种处理的方法 再来要教大家第二种处理的方法 第二种处理的方法呢 我们用下面的嘴唇来做示范 首先呢我们先新建一个空白的图层 好现在我们要针对嘴唇来做处理 我们要把左边的嘴唇 复制到右边过来 当然我们可以使用第一个方法 使用套索工具 把它框选出来之后复制 然后做一个水平翻转 然后再把它贴到右边 那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要使用仿制印章工具来做处理 仿制印章工具呢 那我们的样本这边记得要选择 目前及底下的图层 然后我们按住Alt或是Option键 来做采样 我们采样左边嘴唇唇角的地方 那现在如果直接涂出来的话 它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嘴唇 但是我们想要对这个嘴唇 做一个水平翻转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到仿制来源这边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仿制来源的话 可以进入到视窗当中 选择仿制来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呢 点击这个符号 这样子呢 我们的仿制来源 就会做一个水平的翻转 现在我们按住Alt或是Option键 采样我们的左边嘴角 点击一下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来涂抹到 我们右边的嘴角上面了 现在我们就把它涂抹到 右边的嘴角 像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前后的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那如果你觉得不太满意的话 我们可以再针对这个嘴唇呢 来做移动 像是我觉得这个嘴唇呢 我们可以再往内缩一点点 我们可以使用移动工具 再稍微把它往内调整一点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前后对比 这是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处理之后的样子 那如果你有不想要的地方 或者是有涂抄过的地方 我们一样可以使用遮瑟片 然后使用笔刷工具 前景色选择黑色 针对我们不想要的地方呢 涂抹上黑色 这样就可以了 像是这个样子 OK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整张脸的前后对比 这是我们处理之前的样子 这是我们处理完右眼 跟右边嘴唇之后的样子 好以上就是使用Fofoshop 让五官对称的教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之后的教学哦 如果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 拜拜